準備好嗎? 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代班主持人薰 歡迎收看今天的電玩宅宿沛 首先 喜歡看電競節目的玩家 一定對SF Online精彩的比賽過程 感到熱血沸騰吧 沒錯 現在SF Online出現第二代囉 玩起來更差的緊張又刺激 讓我們來看看今天的遊戲內容吧 由華裔國際代理韓國CJ Entertainment 公司開發的線上射擊遊戲SF Online 不但在韓國以及台灣人氣大獲好評 現在也是台灣電競聯盟正式的比賽項目 而研發團隊打鐵趁熱 續篇SF Online 2的開發也順利的進行 經過了兩次CB測試之後 馬上就要在7月28日到7月31日 在韓國進行OB測試 並且釋出了實際遊玩的影片 本作採用了現今相當廣泛使用的 Unreal Engine 3隱形所開發 在畫面視覺上帶來的進化 以及使用衝刺 展開快速度的戰鬥 絕對會滿足挑剔的玩家們 想要搶先進行測試的玩家 也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趕快到官方網頁申請喔 科幻題材一直是遊戲界的熱門話題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想過 有一款遊戲可以橫跨MMORPG遊戲 跟PS3的家用主機吧 這款沙塵514就是擁有相同的世界觀 而是延伸到兩款不同的遊戲 大家應該沒有看過吧 看來現在要吸引你們的注意 遊戲廠商要絞盡腦之上題材 真是辛苦他們了 在今年美國的E3展 Sony公布了一款 PS3獨佔遊戲 沙塵514 這是以在歐美地區大獲好評的 科幻MMORPG遊戲 EVE Online為基礎 衍生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這兩個人為一體的線上世界 並不會強迫玩家進行合作 但對於願意合作的雙方來說 玩家彼此都能從中得到好處 本作的特色之一 就是玩家可以在行星的表面上 進行激烈的交戰 體驗極不感官刺激的未來戰爭 作為一款當代家用遊戲機遊戲 沙塵514將戰場反映 與戰略附組這兩種遊戲方式互相結合 讓指揮官與地面部隊 在並肩作戰的條件下 騎士裝備模組化的武器與載具 以應對控制瞬息萬變的戰局 最近哈利部的電影又掀起了奇幻魔法的遊戲話題 哇 要是可以像電影中的魔法師一樣 隨便匕首畫腳就可以變魔法的話 一定很拉風 這款神鬼預言旅程就支援了體感操縱 現在玩家只要揮揮手就可以施展魔法 大家都是魔法師啦 看我變 微軟旗下的英國Linehead公司所開發 擁有高自由度的美式風格RPG遊戲 神鬼預言系列 標榜高度自由的遊戲內容 而受到了玩家的歡迎 俠著全三代作品銷售長紅的紳士 在今年的一三展順勢公布了新作品 神鬼預言旅程 一定將會在2012年進行發售 本作將以三代遊戲的五年後世界作為背景 並且支援Connect體感控制器進行遊戲 在發表會中 現場進行示範了一小段遊戲 以第一人稱進行的主角試點中 玩家除了可以駕馭馬匹之外 也可以運用不同的手勢 加以發動各種魔法進行攻擊 以及支援語音辨識系統 讓玩家能夠更真實地體驗遊戲帶來的感受 並且重新享受劇情所帶來的感動喔 大家知道嗎 其實要當偶像明星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要維持滿妙的身材 像我的大腿又讓我吃盡了苦頭 要是有一款遊戲可以邊玩又邊運動的話 對我來說一定是一大福音 現在醒可塑2012就是要讓我全身動起來 徹底燃燒我的體脂肪 大家跟我一起去運動嗎 走 一二一二 Ubisoft 的公司於日前宣布 他們在 Xbox 360 上最受歡迎的健身遊戲 醒可塑將要推出續作囉 醒可塑2012包含了多元化的健身活動 不同人士可以制定個人的訓練內容 以達到自身的鍛鍊目標 遊戲集合了健身舞蹈課程和具有針對性的訓練 包括了武術、新兵訓練營、禪宗課程和跳繩等等趣味的小遊戲 新一集特別收錄了具備動態和交互式功能的Round the World遊戲模式 玩家要模擬在全世界著名的地段奔跑 以3D效果呈現紐約、巴黎、倫敦等等明媚的街道景點 鍛鍊期間玩家的身軀會被掃描投射至畫面上 直接用身體去操控遊戲 將帶領玩家進入奇妙的新可塑健身世界 不來個番茄之狂笨話大家根本懶得離 這款圓形冰淇二不只鮮血噴很大 在裡面根本把人當成牛排來切 隨隨便便就變成兩塊了 大家玩玩遊戲就好千萬不要走火入魔喔 Activision公司表示 他們自從去年推出了頗受好評的動作演戲 《原型冰淇》 預計2012年初將要發售第二代作品 而《原型冰淇2》維持了前作的暴力血腥風格 玩家扮演的是一位平凡的男人詹姆斯 因為前一代作品主角埃里克 在逃離實驗室的過程中 因為大肆的破壞而害死了詹姆斯的妻子 還有兒女 為了復仇 詹姆斯自願接受改造 成為殺人的神話兵器 將要追殺一代的主角埃里克 兩個超能力者的激烈火兵 將會是《原型冰淇2》最大的賣點 而本作的遊戲地圖 會比前代作品更加龐大 內容也更暴力 玩家能夠把自己的身體化為各種殺人兵器 展開血腥的殺戮復仇 喜歡重口味暴力遊戲的玩家可不要錯過囉 說到RPG遊戲 未前接觸到的都是像《勇者鬥樂龍》這種日式風格的RPG 美式風格的我倒還沒有碰過 不過聽說美式風格的RPG畫面不但很寫實 而且自由度很大喔 隨隨便便幾百個小時都跑不掉 有這麼誇張嗎 讓我來見識一下 喜歡美式RPG的玩家 對《尚古卷軸》系列一定不陌生 由《尚古卷軸4》 《一望之都》的設計師 以及豪華的開發團隊 所製作的開放式角色扮演遊戲 《大帝王國最語法》 自從發表以來 一直都受到玩家熱切的關注 而在今年的《美國一三展》 官方也釋出了更多的遊玩影片 玩家可以看到許多高魄力的動作場景 魔法效果等等的畫面 就如同欣賞一齣史詩級的電影 遊戲將在一個被稱為 阿瑪勒的幻想世界進行 除了有不同的職業、角色 可以供玩家挑選之外 還會出現眾多的城鎮 並且導入日夜差異的時間概念 隨著時間的流動 怪物以及NPC的反應 也會有不同的變化 感受到最真實的自由冒險體驗